燕子你好 嘿 老師你好 我们来介绍你的卖冰人生 我们先从你本来的职场开始介绍 我在卖冰之前呢 卖冰淇淋之前呢 我是一位super sales 我还蛮厉害的 可以帮老板赚很多很多的钱 对 那我为什么会来做冰淇淋 其实不瞒你说 我真的是圆我18岁的梦 对 那这个起源呢 就是18岁的那一年 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的旅行 是妈妈带我去日本冲上沃约 对 那从此我就爱上沃约 对 那我常常跟我的客人讨侃说 你为什么会在台湾开日式手作冰淇淋呢 那我都跟客人说 我是因为想要嫁去日本 可是没有人要 退货退回来台湾 所以我就在这边立足 所以18岁的印象让你很喜欢冲神 那其实这个姻缘忌讳是 姐姐那时候应该是20几岁了吧 姐姐在日本读书 那就是妈妈带我去沃约去探亲 去找姐姐 从此真的就是好爱沃约的那个感觉 因为我觉得它跟台湾非常非常的相似 那你工作应该是有个转折点才会决定离开 然后回来入港创业吧 因为我在家里排行老二 那我就变成说我代理了姐姐的位置 那以前的家原生家庭是在做生意的 那父母亲就是因为养育我们 其实还蛮辛苦 那我就是带领姐姐的位置 在这个人生当中 其实人生真的是起起伏伏 对还蛮多的波折 最大的姐姐不在台湾 那我必须要就是帮姐姐来协助妈妈 帮忙照顾妈妈 应该是说这个当中 家里有发生一些事情 迫不得就是必须要回台湾 那其实我是有机会去日本读书的 那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就真的是被迫回台湾 那回台湾就直接到鹿港了 其实我在台北待了一阵子 待了二十几年吧 对其实我还蛮喜欢台北的 所以你刚刚讲的意思是 本来你要待在日本念书 那后来被迫回来台湾 然后就在台湾工作 对 然后工作都很顺利 很不顺 你不是super sales 我很会帮老板赚钱 换我自己当老板的时候 其实这个当中的波折 那其实是自己要去面对的 对外人看到我们是光鲜亮丽的 可是背地里的心酸泪 甚至于哭泣 就是伤痛 这个是外人无法所理解的 所以开店是2018年 这中间还有很多坎坷的过程 是 好那我们就直接讲开店 那日本兵带回来之后 一定要有些改良 对不对 是 先讲一下日本兵是不是很甜 其实日本的文化跟台湾的文化 其实蛮雷同 我也是由姐姐的牵线 才有办法去圆我现在的梦 姐姐早期是在日本也有当过导游 可是现在她退到幕后 在做美容师的职业 所以你本来有先在日本学吗 当我是一个业务的时候 我是背着老板 我没有请假 那台湾的老板给我的时间 是非常非常的自由 那我就是没有跟老板请假 然后直接就买着机票 日本那边 冲绳那边 只要一句话说 要去学 要去干嘛的 学做冰淇的过程 我机票买了 我就马上出门 就是非常冲动 热情 是 回来还是要改良对不对 对 回来是真的要改良 因为原物料就不同嘛 对 那日本人吃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甜 那比较不适合台湾人的口味 那其实我在这个门的后面 其实我都一直在 出来一些新的口味 所以门的后面 就是你的置冰工厂 对 就是我的工作坊 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 我们不要一直仰赖 靠国外的原物料进来 对 在我的认知点 我觉得我们台湾 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资源 水果啊 蔬菜啊 牛奶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 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优质 所以你学了日本做冰的方法 但是想要用台湾的原物料 是 没错 我的初心 开店前应该要先有些准备 所以你一开始在准备 或者是在尝试这些冰的时候 大概多久的时间才真的开店 在这个当中 包括学习这个部分 前前后后四年半超过 四年半才真的有办法营业 那时候有在尤语找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好像云林我也去找过点 然后南投啊 草屯啊 然后陆港这边 对 尤语很久 那我的人生当中 就是有很多的贵人帮助了我 就那一句话 对 就是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 然后我的亲自来就这样起来了 我就落地在这里 所以考虑很久 最后因为人家的一句话 就决定在这里 对 我的人生就是波折很多 我也觉得说老天爷让我生病 必须得被迫让我做比较静态的动作 其实我还蛮隐移我的工作的 那我在制作的当中 其实我也不喜欢吵杂 我也不喜欢跟人家说话 在做冰淇淋的之前 我是一个很外向的女生 业务的关系 那原生家庭也是被迫你 就是必须得要去行销 买卖之类的 然后又刚好我做了业务的工作 我觉得这是我们原本的个性 但是东西还是要好吃 那你的冰到底怎么改良 你的几个招牌 我的招牌是海盐 就是日本海盐 所以它就是牛奶 加一些冰淇淋的原料 然后再加盐这样子吗 是是是是 但是怎么调就是比例的问题 说开来 做冰淇淋你说简单吗 其实应该也很简单 那你说难吗 其实还蛮难的 因为毕竟业务用跟 跟家用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东西 你可以贩售的跟自己做的其实是两码之势 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那一种 甜蜜的滋味 那就是甜带酸 是不是初恋的滋味 他不酸 初恋不是减酸甜吗 常常客人都会说 老板老板初恋是什么滋味 我说请你想想你的初恋到底是什么滋味 那就酸甜酸甜的 对那下次可以请老师来尝看看 到底初恋是什么味道 所以你的初恋是什么味道 我希望它是甜的 我要它是甜的 我也希望客人来的那个初恋的感觉都是甜蜜的 不要酸 因为我觉得酸很不舒服 就像我们的身体不舒服 那个酸是让人家很不开心的 就是你人生已经很苦了 你不想再酸了 对 好啦 其实老板娘走过人生很多波折 那现在算是相对稳定对不对 你觉得 还可以再稳定 我觉得还可以再稳定 就生意还可以再好一点对不对 对 那目前来讲的话 我只有开六日立假日 刚好今天遇到 那一到五你在干嘛 我一到五其实我在充实我自己 然后甚至于可能我在 这个门板的后面 我在踹我的冰淇淋 新配方 对 只做六日这样够吗 其实不太够 我其实我内心里面的想法是 我要让很多的人来到鹿港 你会想到我亲自台冰淇淋 这是我的梦想 变鹿港招牌就对了 是 好 那其实你除了日本兵之外 你还有很多日本的元素 对不对 是 这也是因为你喜欢日本文化 对 包括一些和服体验 一些百事都是日本的 对 现在年纪比较大了 不然如果有机会 所以要叫到日本我 我真的还蛮考虑的 现在还有机会 现在还有机会 现在要把青之海发扬广大 让更多人知道说 我这个冰淇淋是去冲绳沃沃沃学来的 那我再把它做改良修正 让台湾 让台湾也是有这么优质的冰淇淋 可以吃 可以品尝 好 讲我们的店名 为什么叫青之海 应该说这个算是友好关系 其实在日本也有一间冰淇淋店叫青之海 对 然后那时候因为姐姐的引荐 我们的日本社长 还有支配人 后来就是由商讨之后 我们就用青之海的名字下去注册 所以你们算是姐妹联盟 是不是友好关系 友好关系 日台友好关系 但是口味完全不同 是 口味完全不同 你从2018年开到现在也五年的时间了 对 所以还在摸索吗 还在摸索 对啊 因为我光是看你六日营业 一到五没有营业 就是好像还在找一些新的方式 对不对 其实我在想说 我的冰淇淋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那其实我也是在组成我自己的power team 就是我的团队 所谓的团队就是说 可能我可以跟这家很优质的店家 很良心的店家 或者是红美食 去制作甜点 其实我一直想要一个家的感觉 那我都把我的客人 当成是我的家人跟好朋友 对 那我用平常心在对待我的客人 来店铺来坐坐来喝喝茶 来吃点点心 然后还有可以吃我 用爱心跟认真的心 去做的冰淇淋 会让你们会有很大的经验 好谢谢我们燕姐 谢谢老师